好的,我会和大家一起啊,认认真真地把这一部分缝好,同时呢,会把,怎样才能把它缝得非常精致的这个小桥门呢,告诉大家啊,你看,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啊,你的右手的食指始终是在控制着所有的绒毛的,明白了吗? 要让你的右手食指啊,在缝合的过程当中,不停的来整理着这些绒毛,把它们整理到哪儿去呢?整理到这个中间的缝隙里边去,记住了吧,这一点,虽然动作很小,但是它能够起到很棒的作用,它能够将绒毛乱动的,胡乱的在各个位置啊, 呈现那种不好看的情形啊,都削弱掉,因为我们要是直接缝的话,那么在缝合季也就会出现一个高出于表面的一个硬梗,非常不好看,所以 利用这个手指头啊,我们把所有的绒毛整理到纹理里边去,就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个情况了啊,同时大家在拉,拉你这个线的时候,不要拉得太紧啊,只要是绒毛已经, sorry,只要是绒毛已经把这个缝线啊,淹没在它的这个绒毛的丛里边了,就可以了,千万不要太用力的拉扯这根缝线啊, 而且有一点啊,非常值得引起注意,就是我们在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将这两片对好了,如果它出现这种情况的话,我们要整体的过程当中在不停的调解它, 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圆形,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,不要缝着缝着就把这个忘了啊, 要通过不停的调节来使得每一部分都变得非常的整齐而且均匀, 同时啊,在缝的过程当中,如果你出现,哎,线不够了这个情况,没关系啊, 大家把这线呢,一定要在针的尾部在这儿给它剪断,而不能在这儿剪啊, 剪完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线头呢,给它收到内侧啊, 然后再重新认一根针,把它这个,你看我们还没有缝完嘛,对不对, 我们要把它的另外一部分啊,继续的完成, 啊,这边给大家讲一下怎样认真的啊, 双线,不要忘了, 好,一定要从里边啊,从里边这儿进了针之后往回进啊, 就是为了在缝合的时候,我们要把有一部分啊, 这个位置啊,再给它重新的,哎,怎么跑出来了, 拉线拉的力都太大了啊, 就是为了把它这个位置呢,给它重新的再做加固, 因为我们之前啊,已经把线呢,给它剪断了, 如果不在这个位置重复缝一部分的话, 就很有可能导致啊,我们到时候在这个位置开线了, 你看,如果我们缝的足够多的话啊, 够了之前我们的这个,啊,加固这个将近一厘米这个位置啊, 跑出来这个线头,如果实在它在里边不好隐藏的话, 我们也可以像刚刚这样啊, 从线根的,从这个线头的根部给它剪断, 好了,我们已经接近帽顶的位置了啊, 马上就要成功了, 好,这个时候呢,我们要从这儿给它进入啊, 进入到内侧, 再检查一下帽顶这位置啊, 还有哪儿没有弄好, 都不错, 进入内侧之后呢, 大家看,我们里边还留了一个缝针, 还记得吗,在这儿啊, 这儿大家一条记住, 我们把它呢,再记两下, 一下, 两下, 好了, 进入这两下之后呢,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给它剪断了啊, 剪断之后,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小头头啊, 它会不大稳固, 但是没关系啊, 我们不是已经把这个缝针从内部, 从外部给它弄进来了吗, 所以我们在这位置啊, 协助它, 把这个位置多缝几遍, 同时是为了固定它, 另外也是为了把我们这个长长的缝线啊, 给它做一个加固, 好了, 然后这些剪断就行了, 现在一个宝宝帽子的主体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啊, 当然了, 如果你缝完的, 哎, 在哪儿缝的呀, 都找不到, 哎呀, 我们缝的真整齐啊, 这是哪面啊, 这是正面, 哦, 在这儿缝的, 如果啊, 能看到缝和痕迹是吧, 在这儿, 啊, 如果你觉得自己, 哎呀, 我有一个缝和痕迹, 我不整齐了, 怎么办, 没关系啊, 教大家一个方法, 看我手的这个位置啊, 我们要在缝和痕迹的这个地方, 将绑线约束住的那些绒毛, 再给它通过这种方式啊, 轻轻的提出来, 那么它就会和周围的所有的绒毛啊, 形成一个很和谐的一个效果了, 你再也看不到我们的那个缝和痕迹了, 不光是这样, 哪个位置凹下去, 我们就哪个位置啊, 给它向上这样提一下它的绒毛, 好了, 现在大家还能找到我们之前的那个缝和痕迹吗, 找不到了, 对不对, 好, 现在呢,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帽子的一个主体的部分了啊, 然后我们还会再给它增加, 比如说耳朵啊, 眼睛啊, 鬃毛啊, 等等啊, 这些个元素使它呢, 形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卡通形象, 记住了吧, 非常非常的容易啊, 这并不复杂, 你现在呢, 从一个零基础的大新手, 一点也不会织毛衣的一个人, 现在能够给宝宝完成这么一个可爱的帽子了, 对不对, 但是啊, 给大家强调一下, 它呢, 我们现在可以量一下它帽子的周长啊, 在正常情况下, 我们可以量一下它帽子的周长, 来估算一下, 什么样的头围的孩子可以戴这样的帽子啊, 你看, 它现在呢, 是22厘米, 如果一圈的话, 它是多少呢, 44厘米, 也就是你的宝宝啊, 你的宝宝, 如果它的头围在44到48厘米之间, 它都可以, 或者是到50厘米吧, 也就是它的头围在44到50厘米之间, 再加两个字, 再加两个字, 也就是44到50厘米离啊, 这个之间的头围的孩子啊, 可以戴这个帽子, 记住了吗, 由此呢, 我们也可以一下子啊, 算出来, 如果我们要是说给一个更下的, 更小的孩子要是, 呃, 呃, 着一个帽子的话, 那大概应该是多少帧呢, 啊, 就说在主体这个部分, 我们不是32吗, 帽位的这个位置, 对不对, 啊, 如果要更小的孩子啊, 我们可以给它安排成28, 28帧啊, 就是完成之后, 所有的位置加起来啊, 加完帧之后, 一共是28帧, 这样, 更小的孩子啊, 他就有自己的这个对应的号码了, 这个帽子如果把这个号啊, 当成中号的话, 那么小号就是, 比如说早产儿啊, 或是新生儿啊, 他们用的这个号码, 接修了吧, 好了, 下一个视频呢, 我们刚刚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些小知识啊, 下一个视频我会教给大家, 如何来完成它的耳朵呀, 眼睛啊, 头上的这些东西啊, 以及嘴嘴, 好, 下一个视频, 你一定要来看呢, 你一定要来看呢, 再拍一下这个, 简单后, 非常粘子啊, 我们好因此,